歡迎大家收看 健康解碼星期二 關注腎臟健康的朋友 不知道最近有沒有留意報道 提到一種叫IGA腎小球腎炎的病 你要多點留意 聽聞這個病是專攻你這些年輕人 是嗎? 沒什麼病徵, 所有預防都挺難的 其實大家都要跟我們一起了解一下 今天我們請來馬嘉烈醫院 香港腎科學會主席馮家慎醫生 鳳醫生, 你好 你好 IGA腎小球腎炎 完全沒聽過這個名字 其實是什麼病? 其實是腎炎的一種 聽到了腎小球, 腎小球發炎 亦有些抗體IGA在腎小球裡面沉澱 腎小球是在腎裡面? 沒錯, 腎小球在腎裡面 血液的過濾對我們的腎功能 情況是這樣 因為其實腎炎也有很多種 這種是其中的一種 沒錯, 這種也很重要 因為香港末期腎病除了糖藥之外 第二患者在腎炎裡面當中 亦很常見, 亦是一個成因 所以很嚴重 是, 嚴重症會不會後期變成腎衰竭? 沒錯, 因為可能早期沒有太大病徵 但是到尾期的時候, 如果腎功能差, 就去到末期 末期你也知道可能需要一個腎臟體代治療 包括洗肚、洗血或者腎臟移植 但是如果從確診到後來很嚴重的階段 大概會經歷多久的時間? 從確診到尾期, 其實它會變化 分很多其中, 早期當然比較輕度 輕度的時候, 它可能有時也會保持 有些是中度性, 慢慢慢慢隨著連水 所以它會變化, 也有少部分很吸性的變化 大概在一段十年裡 也會有些病者慢慢慢慢逐漸到腎衰竭 我剛才也說過, 聽聞這個病 是專門攻擊年青人的 其實是多少歲至多少歲的病法多 我們25至34歲的病者 很大部分在這個發現當中 因為有些統計研究 在這個病者裡面有腎炎的病者 是非常多的 但是這個年紀已經有這個腎炎 其實會不會就是那個遺傳性 就是家族史那方面會比較多 所以才在介乎這個年紀的病法呢? 其實它剛才也說了有些成因 你剛才說得很對, 遺傳也是有些 不過現在還要診多些基因去檢查 但是很多時候跟感染有關 主要的成因也不是最明白 但是無論如何, 它也是有些蛋白性 積聚在身上, 去到腎裡面 那跟我們吃得咸的東西多 有沒有關係呢? 或者我們生活上有甚麼壞習慣 不好, 會有影響呢? 對, 很多時候是咸, 我們很多時候會不會有腎病 有好關, 息息相關 但是它的成因就不是直接跟吃咸有關 但是萬一有了這些腎炎 或者有腎病的病友 你還是要小心不要過量吃鹽分 因為鹽分多之後, 血液又高 這些身體百分之百不好 這個病好像沒甚麼明顯的病徵出來 會不會很容易跟其他疾病混淆了嗎? 會呀…因為早期你剛才說 沒甚麼病徵, 人們就不太知道自己的病情 很多時候你要去看醫生, 去檢查清楚才知道 但是到後者的時候, 較嚴重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 譬如我們叫紅血球小便 很多時候是微型的 意思是你一眼看不到的 只在小便去化驗室裡面用顯微鏡才能看到 也有時候去到差點的時候 哇, 小便很紅, 也可以 也會有一些蛋白 這些一類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跟腎病有關 要快點看專科或者醫生去跟進一下這個情況 初期病患的時候有沒有一些共同的病徵 會不會大家一起有那種的病徵 就一定會…應該都是這種病 有, 我們很多時候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都會說, 這些由年輕 有這種微型的紅血球 有這種的蛋白鳥, 抽了血 已經知道很多時候的成根都是這樣 但是要確診就要做多些化驗 做些檢查去看 但有時候我曾經聽聞過 有些急性腎炎的人 那些病徵是有水腫的 腳腫了, 臉這些位置又腫了 但是剛才你說的那種腎炎 反而不會有水腫的 不是, 它不是最多是這樣 最多剛才說的 就是比較輕微的 一些紅血球、 蛋白鳥 有時候有血液高也不太知道 那些病者是個個都以為自己沒甚麼事 尤其是壯年的人, 很多時候 哎呀, 癌得很癌 累了一點都沒有特別留意自己的病情 一來到, 過份我們有些提到病者 一來, 為甚麼突然眼睛疲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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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原來, 它已經是很嚴重的血壓高 它的時候, 原來它影響的腎 也有很多日子, 但也不知道 去到病情尾了才知道 所以就不想大家 不太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那在醫治那方面是怎樣去處理的 醫治裏面, 我們就發現了原因之後 就是針對的原因 其中有些就是普通性 譬如血壓很高的 所以要用血壓來控制 譬如它的蛋白質有的時候 有些血壓軟都可以是減低的蛋白 譬如它膽護唇過高的時候 都是有藥來治療 亦都是有這些情況 亦都是去到突發症, 專發症的情況 譬如病者的症狀很嚴重 譬如蛋白療很多 或者腎肝膏可能可以差 可能用抑壓著的藥去幫它 那其實治療了之後 它復發的肌率 或者惡化的肌率會不會很高 治療了之後很多時候受控制 它可以慢慢地 但是有些不受控制 就可以很多 剛才提及 會否說十年內會比較差 有二十成的病者 它可以慢慢慢慢 到十年內去到末期的腎病 所以都是一個不可以忽視 和不可以輕視的病例 既然醫生今天來到 我由基本入門起 因為我吃得比較鹹 我擔心自己會有腎病 聽聞腎石很多人都會生 腎石的成因又是甚麼呢 腎石亦有很多成因 其中一種就是 它那個小便那裡的小便很凝結 尤其是喝水少, 很濃 有些草酸、鈣 很多時候有些人會做人性的腎石 直佔直佔物加大 會不會是男性比女性多 因為聽聞腎石是男性 很多時候都有 女性就比較少 也可能男性出外 很多時候有些職業的事 你看到有些職業司機 他們喝水真的很少 變成他們其實在這個行業 運營的情況都是非常高的 很多時候我們的職業司機 都是男性為主 還有開始年長的女性 怕鈣流失 就喝多了奶 打算高鈣、加鈣 其實喝得太多 可能鈣又會影響到那個問題 所以其實你們也確定是對的 都要注意身體健康 注意飲食 也剛才提及怎樣可以預防 都是有好的健康生活 包括不要太緊張 可能休息多些 這些都是重要 當然血壓、飲食、鹽份都是很重要 所以要預防 但如果有腎石要做到手術 現在其實安全性也很高 對,安全性也很高 因為除了是侵略性 例如大手術做自覺 現在也有些叫非侵略性 例如我們可能有些體外 有些碎石 你也可能在聽碎石機 普遍來說風險不是太高 是否很多時候微創都做到 有,也有些微創的手術可以做 這些都是,不過都要刺進去 微創都好,都要刺進去 剛才那些體外的就不用 普遍來說 病者都不是那麼大受風險 不過要看病者自己有沒有其他病 都很重要 其實預防腎石的最好方法 是否喝多一點水 還有可以幫助排出腎石,是嗎 是,真的 你有足夠的水分很重要 但譬如我們一天兩至三公升 所以普通病者 尤其有機會腎石那些 他要喝多一點 還有要記住喝,注意 還有清水是好的 喝水,令自己不要緊張放鬆心情 另外我想問,不要吃鹹了 是的,提一提長者有時 譬如你不喝太多水分那些 就不要過量 因為我是年輕的問題不大 但如果有些病者 譬如心房衰竭那些 有些醫生要提及控制的 那便要聽醫生說 即過量又不行 是的 少又不行的水分 另外我還想問,因為我比較夜睡 睡眠那方面是否都有關 是的,睡眠是足夠的 因為睡得不好 可能又緊張 各方面血壓又不好 這些都是不好的 所以都是要 要閒情一點的生活 這樣才是好